霹雳州行政议员杨祖强被控性侵女佣的案件 已经敲定在11月11号开庭审理 是的 案件在今天进行管理程序时 女佣家属的律师宣称 被害女佣可能是众志游戏的一颗棋子 这番话让案件的真相更加令人揣测 而在法庭外不少人呼喊口号力挺杨祖强 更有人高举沉冤得雪的横幅表达对他的支持 杨祖强的轿车一抵达 支持者立刻高喊支持 备受瞩目的杨祖强涉嫌性侵女佣案 今天进行案件管理 早上8点45分左右杨祖强现身已保地挺 不少支持者在场立挺 甚至还有人高举横幅 上头写着沉冤得雪杨祖强万岁的字眼 杨祖强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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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报道 副检察司今天才将47份资料文件交给变方 杨祖强的律师认为 这导致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研究相关文件 法官随后责定案件 11月11号起一连五天开庭审理 而10月22号将再度过堂 杨祖强的律师随后在庭外宣称 受害女佣的律师向法庭透露 女佣可能只是一颗政治棋子 这番话让她感到相当震惊 杨祖强被控在今年7月7号晚上8点多 在住家房内性侵印尼籍女佣 上个月23号被控时 她已经否认有罪 尽管如此 在舆论争议下 她8月25号宣布暂时告假 州行政议员的职务交由大臣暂待 案件爆发之后 连带引发她和霹雳州行动党主席 尼可敏之间的纷争 尽管今天在法庭外 也有杨祖强的支持者大喊 要尼可敏辞职 不过身在哈萨克出席国际会议的 尼可敏强调 是她指示所有党内国州议员 州委和县市议员等 到法庭外声援杨祖强 希望媒体不要玩弄 不必要的课题 NTT7综合报道